天氣變好 疫情也好轉 美國民眾經過15個月的疫情 終於也可以感受到正常生活的狀態 華夫史密森尼博物館群 隨著疫情好壞 開開關關 終於從5月開始 陸續有限度的開放 到8月所有史密森尼博物館 將全部重新歡迎遊客 我們準備好去外出 花點錢 看到有很多歷史 所以大家很開心 再開關關鍵 博物館分階段重開 以美國歷史博物館為例 目前一星期開放5天 入場人數維持在以往的25% 所有人都必須有免費的進行方式 來參加藝術 我們還需要顏色遮瑕 雖然過去一年多 博物館因為疫情無法對外開放 但收集美國歷史相關文物的工作沒停過 去年夏天 街頭平權抗爭的標語 已經是美國歷史博物館館藏一部分 另外還有美國施打的第一劑 輝瑞和莫德納疫苗瓶 以及第一位接種護士的疫苗紀錄卡 流行文化是美國歷史博物館重要的一部分 1939年電影《綠野先宗》 主角陶勒斯角上的紅寶石鞋 有獨立展區 現在還能看到電影《瘋狂亞洲富豪》裡 主角吳天敏出席婚禮時穿的藍色禮服 疫情爆發到現在 美國的累積確診人數和死亡人數仍然是全球第一 現在美國民眾終於能拋開過去一年的負面情緒 重新過日子 很悲哀 但你必須要做什麼要做 保持所有人保持安全的 你知不知道 太疲倦了 但現在我們離開了 看音樂會很棒 像現場的演唱會 去到藝術中也很棒 能夠吃在餐廳中 看到朋友 就像平常生活的活動 TVBS新聞黃松 普尼嘉輝 美國華府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TVBS News頻道 要開啟小鈴鐺喔 還有還有 下載TVBS新聞手機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